郭文貴議員 鳳總財 你好 這個 昨天你的報告送過來 大概是我看到 這麼多委員會裡面 最具有學術性的一份業務報告 不過也馬上被財經記者 看到了 解讀了 他說你可能會第三度降息 那對於這個報道 真的假的 會降息嗎 像學術人報告呢 每一面報告呢 看的人都有不同的解讀 不然我看嘛 我也不能過去影響他對不對 你像一個東西 從側面看 從正面看 橫看成嶺 側成鋒 對啊 所以 每個人的解讀 我們要尊重他 如果解讀接下來都很正確 那表示你都每次被解讀正確 那就是方向囉 我也沒辦法去影響他 我必須要尊重他們去解讀 不過你對於 降息救經濟 你的看法呢 降息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理論上降息是要促進有效需求 但是 促進有效需求裡面有很多的方法 這個是其中一樣 有很多的管道啦 一個特斯多 OK 是不是能夠 經濟當然很複雜嘛 我了解 刺激投資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可以刺激投資也是管道之一嘛 對 還有 經過財務效果 影響消費 所以對於 張聖和昨天馬上講 因為昨天這個降息的消息一出來 張聖和也講啊 降息救經濟沒效啦 這個好像跟你對幹 不會啦 不會啊 不會啦 可是現在很多人解讀好像在跟你對幹 我想他的意思是說 應該是這麼說啦 在這個時候 財政政策的效果 可能要比貨幣政策的效果大 不過從這裡 當然你報告裡面提到的負利率 如果負利率有害 按照你的報告裡面寫的 那有害還寫出了五大害 可是為什麼世界上這麼多 這麼多國家用負利率 而事實上 大家有個觀點 我們現在儲蓄率 我們儲蓄的這個利率這麼低 我們的通貨膨脹都比我們的利率 還要高 所以我們的實質 事實上也是馬那斯啊 所以換句話講 在這一個 你怎麼來解釋說 我們現在如果以通貨膨脹 扣掉我們現在 這個儲蓄的這個利率的話 我們還是負利率啊 跟委員報告的話 只要去年的話 我們的實質利率是正的 還是正的 正的 不過我在這裡要再請教說 如果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 如果說 我們現在的為什麼投資會不正 如果這麼多的 我們的儲蓄這麼高 你說是正的 可是利率還是很低啊 如果以股市公安員來講 投資進去似乎會 所得更高 可是為什麼大家不願意投資呢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因為你們目的就要刺激經濟 讓我們經濟成長嘛 像委員報告呢 你想投資 它裡面一個 函事裡面 有一些決定因事嘛對不對 利率只是其中之一 更重要的是 未來的經濟展望 因為投資以後 它產生是未來才有產生嘛 所以 未來的經濟展望好的話 它產品才有需求嘛 更重要的是 你要降低它的不確定因事 這不確定因事很大的時候 它不敢投資啊 不敢投資就儲蓄啊 就是 就說 不是 它是儲蓄 是一回事投資 儲蓄沒有導致投資 就是說 它決定因事 第一個是 未來的經濟展望 第二個是 不確定因事 所以 你看起來 未來的經濟展望 台灣是好還是壞 因為台灣 三米拉吾的出口 我戰機率比例是百分之六十多了嘛 對不對 所以 到目前的話 台灣經濟成長 還是深受國外景氣的影響 所以 不樂觀 這時候 從今年的年初 各個國家的出口 像大陸 -27%來講的話 那麼 這個 要達成我們的目標 大家要更加努力 所以啊更加努力 為什麼你的報告裡面提到 看起來經濟成長率 你還是覺得我們比去年樂觀呢 去年說0.75 你認為我們今年會比去年好 很可能是比去年高 我們去年太高 那就是樂觀啊 那應該樂觀兩個字要講出來 比去年樂觀至少啊 要達成這個目標啊 要很努力 我知道你要講這個啦 你已經講好幾次了 這個是比去年好 可是是啊 那就是 兩個字就講出來嘛 就是 覺得一定比去年樂觀嘛 應該這樣子講沒錯吧 去年會比去年好 但是 會達成這個目標 要加倍努力 不過在這裡 我要提到TRF的問題 因為人民 就是因為儲蓄的利率太低了 所以每一個人 可是又不敢去投資 可是他又要想 欸 多一點利息 所以就被引導到TRF去了 引導到這一些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而這些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當時的核准是你們核准的 可是核准的時候 人民幣的這一些TRF還沒有進來 可是進來以後 現在造成了這麼大的損失 有人現在是怪罪你們中央銀行 因為當時在核定的時候 是由銀行公會 自己去擬定一些東西給你們核定 他當然擬定出來都是對他有利的嘛 所以現在有人在怪罪中央銀行說 TRF你們要負很大的責任 也就是這個跟儲蓄有關 跟投資有關 這整個都是連帶的 然後這個 因為TRF他損失越多 然後呢 越不敢消費 對他只好在增加儲蓄 所以這整個經濟就這樣 一架下去了 惡性循環 啊就越來越壞 所以對這個來講 包括中央銀行你認為 包括財政部包括監管會這一些 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惡性循環 讓人民現在 越來越怕就越超額儲蓄 要怎麼辦 我們經濟就沒辦法成長 因為大家不投資嘛 而且這個循環怎麼辦啊 讓我回答一下 當然 TRF是由四個外幣的選擇錢去組成的 外幣的選擇錢是在民國82年12月就稀可 所以稀可的時候 它去struct出來product的話 根本沒有在稀可的這回事嘛 對 但是你要從來追蹤吧 它是一個option 去struct product 不是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只是稀可的option 那麼它去struct一個product出來 就是TRF 那TRF就是 我是講過的 銀行沒有做kyu know your product know your customer 沒有做好嘛 所以換句話講就是 後階段沒有做好嘛 那後階段沒有做好 中央銀行給他們建議 就是要加強建議啊 對啊 你要給他們監管 要建議啊 可是後面這一段現在 很多老百姓是在怪說 這一部分沒有做好 啊怎麼辦 這個 給委員報告 兩兆都要承擔責任 銀行賣這個產品 給不應該買這個產品的人 銀行有責任 那客戶呢 你是不是有一個不自量力去買這個東西 不自量力 客戶也有本身 可是 現在很多老百姓發 小企業是被騙了 兩邊 他搞得太低了 三千萬的資本就可以 變成專業投資人 這不是海浪呢 銀行跟客戶 兩邊都有責任 所以我意思是說 三千萬就變成專業投資人 太假的 那每次七到一間房子 三千萬 這個真的害死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些整個起來 都是 包括 人民的儲蓄 他現在越怕就越超額儲蓄 然後加上我們什麼 我們的年金改革又有問題 年金改革有問題 那可能會破產 會破產我會怕 我後面退休金而已沒中 那我知道什麼 我現在再儲蓄 增加儲蓄 為我養老準備 所以這個超水就這樣惡性循環 然後儲蓄買的TRF又被騙了 然後TRF騙了又更窮 更窮又這樣子 又增加儲蓄 這麼一整個來 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所以就變成沒有辦法 去投資 所以經濟都沒辦法成長 你看看 美國至少製造業回到美國來了 所以我們台灣這怎麼辦呢 所以 總裁 你是不是跟這個專家 要想一想辦法 這是一整個循環 可是我似乎沒有看到 這一方面的說明跟報告 包括財政部 包括金管委 都沒有說過這個 啊這要怎麼辦 這個就是說 我們跟金管委要溝通來協調 對於這些新種產品呢 是不是要給他一個加強的管理 協調管理 我看管理不好 譬如 那天我就質詢金管委 我說 中國銀行 第一次跑到台灣 竟然在賣TRF 竟然又說沒人知道 我沒人知道 他們就在 心理計畫區公開在那邊賣 假的 經濟論壇的名義在那邊賣 沒人知道 你中國沒人知道嗎 如果知道的時候也幫你管一下 給他們一下建議 因為畢竟這是你們核准的 後面這一段 你們也應該有責任嘛 所以像這一部分 怎麼啦 我們的政府機關 難道真的平面沒有這種協調的能力嗎 該委員報告呢 中央陽跟金管會 定期有一個金融 監禮聯繫會議 所以中央陽就是看到TRF這個問題呢 所以我們在103年的3月 就在聯繫會議裡面提出來 建議要加強管理 加強管理 啊加強到什麼程度 所以他就 採取了三波的措施 103年的6位 104年的6位 105年的1月 他就加強管理 你覺得這個措施夠了嗎 現在還是哀鴻騙野 現在一樣很多人解解決 我跟委員報告了 因為這個TRF簽的契約 有一段期間 對嘛 因為契約就是一個不公平的契約嘛 他在管理的時候 那契約還沒有到期 所以我在說 一開始這個契約就不公平 後面的文行隨時可以 就中止 然後老百姓買的這些所謂的專業 投資人不能中止 一定要跟合約齊滿 像這一類的不公平的契約 要把關啊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這一部分真的 會影響整個 包括你們的貨幣政策嘛 包括經濟成長 這是一個循環啊 跟儲蓄率也有關係嘛 這一部分希望你們研究一下 怎麼來 整個台灣經濟讓它更好嘛 好 謝謝 好 謝謝 潘董財 謝謝 接下來請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不再經理應援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以及我們中英銀行的各位先進 大家早 主席我來請教我們彭總裁 謝謝主席 就